咱们今天来说说郭春牛案 这起案子前两年应该有不少朋友关注过 这郭春牛是安徽工程大学的一名老师 他出身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 但从小学习刻苦认真 就靠着这优异的成绩 一步一步的考上大学走进城市 学历挺好 个人能力也不错 本来大学毕业之后就能找一份不错的工作 但他还是想踏实下来继续提升学历 后来到了上海一所985院校读了博士 985高校全国一共就这么30多所 这是象牙塔的那个塔尖啊 博士毕业之后就进入到了安徽工程大学 做了一名大学老师 外界对他评价挺好 领导同事们对他评价也不错 一来呢 学历高 有涵养 工作能力强 二来呢 挺低调这么一个人 跟周围的同事们呢 相处的挺融洽 工作也有了 事业有成 该谈婚论嫁了 短短几年的时间 结了婚 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一家几口啊 生活的还挺幸福 外人呢 都很羡慕他 你看 能力也不错 老婆还挺好 孩子又天真可爱 但是郭春牛对这段婚姻啊 慢慢的开始厌倦了 对于郭春牛这样的人来说 妻子再好 再漂亮 时间长了 新鲜劲过了 他就也不那么在意了 再加上他是大学老师啊 学生们 好多年轻貌美的孩子们呢 时间一长 这郭春牛对好些个女学生 就有了那样子的想法 郭春牛借着自己老师的身份 经常跟女学生们呢 开开玩笑啊 打打闹闹啊 一开始学生们感觉这老师挺好 也不端着架子能跟学生打成一片 但很快这些女孩子就意识到不对啊 这老师是不是心怀不轨啊 不光是在学校里边 跟这些女学生纠缠不清 哪怕下了课 回了家 还总是抱着一个手机 跟自己心仪的女学生聊来聊去的 这样子的行为时间长了 必然会被他老婆发现的 常在河边走 哪能不失邪呀 一开始啊 他的妻子呢 还是很相信他 就认为自己的丈夫低调 有涵养 有学识 他对我也挺好 他不可能对婚姻不忠诚的 但后来呀 就看郭春牛这手机上 暧昧对象怎么越来越多呀 哪怕再不愿意相信 那也得相信了呀 于是他的妻子对他是越来越失望 甚至后来要提出来和郭春牛离婚 但是郭春牛不愿意 他一再跟妻子道歉 一再保证 我不会再犯错了 我跟他们没有感情 你多想了 其实郭春牛啊 他的脑子里面就是抱着玩玩的想法 他不打算跟他老婆离婚 从那一回之后 的确这郭春牛也收敛了 直到2019年的时候 遇到了他的学生 韩汉 这韩汉呢 是大一的学生 19年2月份 开始了他大学第二个学期的学习生活 他们在这个学期呢 新开了司政课 司政课的老师 就是郭春牛 郭春牛第一回看见韩汉 哎呦 心里边就想 这姑娘怎么这么漂亮啊 怎么这么可爱啊 而同学们呢 也挺喜欢这个老师 年纪不大 三十多岁 后来通过老师的介绍 这才得知 这老师叫郭春牛 还是上海某985高校的博士毕业 人看上去挺年轻 文质彬彬的 说起话来呢 挺有韩阳 特别的斯文 所以尽管韩汉 对这郭春牛 没有那种男女方面上的好感 但的确不讨厌这个老师 随后到了客厦 一来二去的 这郭春牛 就要到了韩汉的联系方式 有事没事的呀 这郭春牛 就在微信上和韩汉聊聊天 对韩汉呢 表现出了超出老师范围的 那种关心 那种照顾 韩汉也是大学生了 也成年了 时间长了 他也明白老师那点心思 不过呀 他一直保持着这种 半推半就的状态吧 再加上韩汉 之前也没有过什么恋爱经验 彻底的就被这老师给吸引住了 郭春牛眼看着韩汉对自己的态度越来越热情 终于在这一天呢 跟韩汉表白了 韩汉 我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韩汉当时还挺惊讶的 郭老师 你是老师 我是学生 咱们这样不好吧 但别忘了 郭春牛教什么的呀 教哲学的 教思政的 那话数一套一套的 没个三五句话 就把韩汉那说的一愣一愣的 确实韩汉对郭春牛也有了好感 俩人呢 就算是确定了恋爱关系 但韩汉自始至终 就不知道郭春牛有婚姻 有妻子 有孩子 韩汉也好奇过 郭春牛呢 也跟韩汉说过 说我呀 有过一段婚姻 你看 他说的是有过 他说呀 我的妻子太自私了 太暴躁了 根本不给我生活的空间 我们两个人性格不合适 最终呢 也就分开了 现在我呀 是单身状态 既然是单身 这韩汉也就没有心理压力了 就谈呗 俩人谈起了恋爱 一开始啊 是腻腻乎乎的 不过郭春牛 却给韩汉提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呢 俩人恋爱的关系 不要跟其他人说 这时候 韩汉就有点疑惑了 既然咱们两个在一起了 为什么不能跟别人说 咱们俩的关系呢 郭春牛还解释呢 咱俩毕竟是师生关系 在学校里边啊 要是公开之后 有很多不便之处 我怕会伤害你 听郭春牛这么一解释 韩汉更开心了 他心里处处想的都是保护我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当然不是啦 因为他家里还有老婆呢呀 俩人相处时间越来越长 韩汉就觉得郭春牛的行为 越来越古怪 总是偷偷的打电话 不让他听见 韩汉呢 想看郭春牛的手机 郭春牛也不给他看 郭春牛的借口就是 咱们两个还是要保持自己 一些独立的私人空间 尽管不许韩汉看他的 但他呢 却天天看韩汉的手机 郭春牛啊 确实是真的喜欢上韩汉了 所以呢 他也下定决心 我不管家里那媳妇怎么样了 我得跟他离 我就得跟韩汉结婚 我要跟他白头偕老 在5月29号的时候 也就是他和韩汉交往不到两个月之后 郭春牛就和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 这边郭春牛想着跟韩汉长相厮守 那边韩汉呢 可有点受不了了 为什么呢 俩人四月份在一起的 到了六月份 前后两个来月的时间 韩汉呢 算是彻底认清楚了郭春牛的本来面目 郭春牛的控制欲太强了 韩汉实在受不了了 控制欲强到什么程度 只要看见韩汉跟别的男同学说话 打个招呼都不行 就让他感觉不舒服 再后来韩汉出去有什么事 这郭春牛啊 都得在后边跟着 他对韩汉提出来一个又一个的要求 只要韩汉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言语上进行侮辱 甚至到最后还会动手打人 但每回打完人 骂完人 这郭春牛都会主动的跟韩汉道歉 不停的给韩汉洗脑 我骂你不是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打你 就是因为我对你的爱太深了 韩汉呢 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了原谅郭春牛 直到郭春牛离婚之后 韩汉终于在偶然之下 得知了真正的情况 哦 原来你在跟我交往的时候 你还没离婚呢 你还有妻子 还有孩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韩汉彻底愤怒了 无缘无故的 自己被蒙骗了 成为了第三者 一开始啊 这郭春牛还死不承认呢 但毕竟事实如此嘛 最终郭春牛啊 跟韩汉把一切都坦白了 那韩汉会原谅郭春牛吗 最终郭春牛 为什么要残忍的杀害韩汉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郭春牛啊 把一切都跟韩汉坦白了 韩汉得知真相之后 泪流满面 要求和郭春牛分手 一来是郭春牛 从一开始就欺骗他 让他成为了一个不知情的第三者 二来 这一段时间 郭春牛对他的控制太严格了 甚至无故的对他进行打骂 这一次一提出分手 这郭春牛又急了 一边对着韩汉拳打脚踢 一边威胁韩汉 你敢跟我分手 我告诉你 你只要敢离开我 你只要敢跟我分手 我会让你毕不了业的 你只要和我分手了 我保证 我这一门课 每次考试 你都会挂课 但韩汉已然是忍受不了了呀 六月二十九号的时候 韩汉因为遭到郭春牛的殴打 果断的报了警 在派出所里面 两个人呢 签署了民事调解书 和平分手 到了派出所 签这个调解书 那是因为郭春牛 怕警方找他麻烦呢 怕丢了自己的工作呀 事实上他不想分手啊 所以啊 从那以后 他依然继续的纠缠韩汉 后来韩汉实在没有办法了 把这事啊 跟自己父母就说了 他也跟父母说 我没想到 他是个疯子 韩汉的父母 得知女儿受到威胁 本来想到学校 把事情闹大 跟校领导把这事说说 希望这郭春牛 能离自己女儿远一点 但后来啊 韩汉的父母 还是过于心慈手软了 他们就考虑到 韩汉和郭春牛交往 郭春牛是老师 教的又是私修课啊 就是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 再加上还是 985高校的博士 一旦说了 人家这么多年 辛辛苦苦读书 很可能工作就没了 影响也不好 这么着 才没有选择和学校说 而是直接的 和郭春牛进行了一个交涉 郭春牛呢 在韩汉父母面前 说的倒挺好 叔叔阿姨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再跟小韩联系了 刚答应完了 确实那几天没联系 但过了几天呢 心里还是忘不了韩汉 这郭春牛呢 也感觉越想越气 总认为是韩汉背叛了他 他呀 又开始想着和韩汉复合了 六月底 正是大学生期末考试 马上要放暑假的日子呀 韩汉遇害之后啊 韩汉的家人向法庭提供了一张聊天截图 上面还显示 郭春牛跟他说了 我给其他人最多七十多分 给了你九十多分 这样你就能拉开和其他人的距离 如果不出意外 肯定能拿奖学金 他这是用他手里仅有的这一点权限呢 这叫什么一拳谋司 希望能够重新赢回韩汉对他的好感 但韩汉已然下定决心 我是彻底不搭理他了 从那以后 六月底到八月份 就暑假这一段时间里面 郭春牛不停的跟他道歉 不停的跟他纠缠 甚至以自己的性命相逼 就是你再不原谅我 我都感觉活着没意思了 但韩汉的态度从始至终都非常坚决 根本就不理郭春牛 2019年八月份 郭春牛啊 毅然动了血念了 在网上买了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匕首 就藏在了家里面 19年九月份 大二学期刚一开始 郭春牛呢 就查询了所有韩汉他们这个学期的课程表 知道什么时间在哪儿上什么课 九月十九号下午四点左右 韩汉的下了课了 跟同学们陆陆续续的 从教学楼里就走了出来 门口不远处 这郭春牛就在那儿紧盯着这人群的 他呀就在这儿眼巴巴的找着韩汉的 韩汉出来走了几步 就看见郭春牛了 整个人就给愣住了 同学还叫他呢 韩汉 韩汉 走啊 你看什么呢 啊 韩汉 应了一声 下意识的低下头 把手里的书 往怀里使劲拢了拢 藏在同学身后 就接着走 本来刚出教学楼门口的时候 韩汉哪 还跟同学有说有笑呢 这回一看见郭春牛 完全说不出话来了 整个人都是一个愣神状态 韩汉的同学一看 哎 韩汉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你先走吧 我还有点事 我一会再回去 随后韩汉 快步的就向另一个方向走开了 他呀 是想着摆脱郭春牛的纠缠 但无论如何 都摆脱不了 后来见这郭春牛追了过来 韩汉快步的跑向了校门口 想着打一辆出租车赶紧离开 但是郭春牛已经越来越近了 他呀来不及上车了 就向马路对面跑 跑到马路中间的时候 郭春牛拿着刀可就追到了 拿着匕首朝着韩汉的脖子 胸部腹部背部四肢 连刺几十刀 其实韩汉呢 在摆脱纠缠的过程之中 还给他的妈妈打了一个电话 让妈妈赶紧来学校 随后电话就挂了 他妈妈问韩汉怎么了 再把电话打过来就打不通了 这时候 其实韩汉已经被郭春牛杀害了 郭春牛行凶之后 看到韩汉倒在血泊之中 奄奄一息的 他拿刀又捅向了自己的腹部 然后就压在了韩汉的身上 路上那么多人呢呀 热心群众赶紧报了警 郭春牛这时候发现韩汉还没死透呢 又再次举刀 捅向了韩汉 很快警方和120都来了 把韩汉送到医院抢救 最终抢救 无效而死 经过法医鉴定 受害人是被人持锐气刺出全身 至左颈总动脑脉破裂 肺 肝 肾 肾等多脏器破裂 引起大出血而死 郭春牛刺了韩汉整整四十八刀 好几刀都是刺穿伤 刀刀致命 韩汉的父母得知噩耗之后 感到了无虎 自己的独生女就这么没了 父母是痛不欲生啊 女儿竟然被自己的老师 被自己的前男友残忍的杀害了 事发之后 韩汉的父亲辞掉了工作 他下决心 一定要等一个结果 一定要一命换一命 韩汉的父母在面对各家新闻媒体的时候 都在说着同一个要求 不需要任何赔偿 只希望这个杀人恶魔判处死刑 但郭春牛被抓之后 这时候怕死了 他呢 说自己精神有问题 还交上了一份之前做过的检测报告 报告显示 他患有中度抑郁症 郭春牛企图通过这份证明 能够逃避法律制裁 至少能够减轻罪责 这不是你说了算的呀 于是啊 警方又重新安排专业人员 对他进行检测 最终结果显示 这郭春牛没有任何精神方面的疾病 换句话来说吧 在他行凶过程之中 他自始至终是保持清醒状态 在案件审理阶段 郭春牛啊 一再的说 我身为一名教师 是因为儿女情长走上歧途 希望能有弥补的机会 实际上不仅仅是寒寒 事发之后 很多学生站出来 说他们也受到过郭春牛的骚扰 2020年10月30号上午 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但是没有当庭宣判 2020年11月20号下午 吴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已故意杀人罪 一审宣判被告人郭春牛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郭春牛求生心切呀 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 2021年3月22号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审裁定 维持一审判决 郭春牛犯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也就在2021年 郭春牛被依法执行死刑 今天呢 咱们来说一下 90年台湾的头号 枪击药犯林来福 这林来福啊 开创了香港黑道的一个时代 也就是所谓的枪击药犯时代 从他开始 黑道上有一些歹徒 公然手持军用武器 肆无忌惮地行凶 他们敢于和警察正面地对抗 台湾的黑道 也由此 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早在满清统治的时候啊 反清复明的天地会 可以说是台湾的第一个黑帮 到今天台湾呢 还有三个传统的大黑帮 也就是本省帮派天道盟 外省帮派竹联帮和四海帮 这三个帮派的名字 大家伙啊 应该都听过 但这名是怎么起的 咱们说句题外话 给大伙解释解释 四海帮呢 这名字是取自于 论语的四海之内 皆兄弟 这么一句话 大家都是好兄弟 竹联帮呢 是因为在中和乡竹林路 一群黑帮分子啊 开始组建帮派 美其名曰是竹林联盟 以后简称竹联帮 天道盟呢 是一群被一清专案啊 抓进监狱里的大哥 他们宣称 要除暴安良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成立了天道盟 这三大帮派 各有数万帮众 实力都不俗啊 除了天道盟 是八十年代才组建的帮派 竹联帮四海帮 那都是五十年以上的 有历史的老帮派 除他们以外 还有其他的大小帮派 盘踞一方 仅台北市啊 就有北联帮 松联帮 华山帮 牛浦帮等等 大一点的帮派 盘踞几个市 小一点的帮派呢 只能盘踞几个街道 很多人呢 看这黑帮电影看多了 一提黑帮分子 那都是一个眼神不对的 就杀人 你瞅啥人都不问 对上眼就杀人 其实啊 对于现代黑帮来说 杀人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力 会被政府 媒体 警方等等 各路人士给盯上 非常容易招来政府的打击 导致帮派受到重创 甚至瓦解 黑帮 黑帮再厉害 再嚣张 他也打不过政府 对吧 人那儿有军队 80年代的一清专案 扫掉了4000多黑帮分子 竹联帮那回差点就被瓦解掉了 所以啊 历史上的台湾三大帮派 很少杀人 更别说呀 去残害这些无辜的老百姓 他不干这个 即便是帮派之间的火拼 也不像电影上边 拿着枪啊 挡挡挡挡挡挡 不是那么回事 很多帮派的火拼 就是用冷兵器 匕首啊 砍刀啊 看谁人多 看谁狠 但是 这一切 都在八九十年代 被打破了 蒋经国去世之后 台湾的高压态势解除 法治进一步加强 黑帮呢 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 随着台湾经济的腾飞 老百姓手上的钱啊 也多了 老百姓有钱了 黑帮就有更多的机会挣钱了 从八十年代开始 台湾的黑帮 逐步转型成为 日本黑帮的那种企业 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中心 一切都为了钱去服务 黑帮的生意 除了传统的收保护费 色情业 赌博业 也开始现代化了 一时之间呢 非常多的地下钱庄 就是洗黑钱的地方 还有六颗彩呀 拍电影 军火走私 电话诈骗等等吧 这些领域 那都有黑帮的参与 都是他们捞钱的好地方 由此 台湾黑帮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春天 各个帮派都进入到了高速发展的时期 黑帮要发展 必然会涉及到抢地盘这件事 为了利益 黑帮绝对可以杀人 只不过呢 台湾没有废除死刑 杀人还是得偿命 即便是那些特别狠 特别硬的黑帮分子 他们也不愿意随便去杀人 于是乎 在这个时期 台湾的黑道 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职业杀手 也就是我们说的 著名的枪击药犯 这些都是什么人呢 通常啊 是那些已经杀过人 在各地到处流窜的通缉犯 他们一旦被抓捕 肯定也会被判处死刑 反正都是死 这些人呢 就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态度 肆无忌惮的作案 谁给钱 他就帮谁去杀人放火 他们更会毫无顾忌的 使用任何武器 包括军用武器 甚至敢于和警方直接火兵 1989年2月11号的嘉义市 当地黑帮头子罗坤道 乘坐两辆奔驰车 赶到一处饭店 一同前往的一共八个人 包括嘉义赫赫有名的一哥 彪哥的亲戚 他们呢 是来这谈判的 根据道上规矩 除了谈判双方之外 还要有一个中间人 中间人的江湖地位 得比这双方都得高 他能按得住这件事 自然这就非彪哥莫属 彪哥老江湖 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他一看就知道 这回双方很可能谈崩 谈崩很可能就会动手 自个儿没出面 让亲戚带他出席 彪哥看得非常准 罗坤道也做好了开打的准备 他也知道对方不好惹 除了中间人之外 其他的八个人全都带了手枪 随时就准备活拼 他特别从道上 搞到了一批台军的武器 四五手枪 咱们前边有文章里 已经介绍过这种枪了 是美智M1911的台湾版本 打的是11.43毫米的手枪弹 威力非常大 他这边来八个人 可是按照约定 对方只能来两个人 八比二 自己人又都带着这大口径的手枪 必胜无疑 大概过了十来分钟 对方的人来了 果然是很守约 两个人 每人呢 背着一个小包 为首的年轻人呢 是个小白脸 白白嫩嫩的 一点都没有黑帮分子 那种凶悍劲 双方坐下 开始用台语谈判 让罗坤道没想到的是啊 三言两语就谈崩了 对方的小白脸 就不是奔着好来跟你聊的 就想跟你谈崩了 就想跟你动手 人家上来 直接就撂下一句话 没什么好谈的 要不然 你就答应我们的要求 要不然 咱们就开打 这话可把罗坤道给气着了 他是嘉义本地的黑帮头子 手下小弟众多 钱也不少 又有彪哥这样的大哥支持他 他能怕别人吗 还在自己地盘上 这小白脸 也就算是当地的一个新势力 虽然很嚣张 但没什么实力 也没有固定的地盘 这小白脸自己啊 传了七八个兄弟 自己出任大哥 带着这帮小弟就开始混上了 这双方的实力 按照善老的话来说 那是云泥之别呀 罗坤道有恃无恐 指着对方就骂起来 说你们哪 别给脸不要脸了 我能坐这跟你们谈 那都是给彪哥的面子 真打起来 我怕你们哪 罗坤道扭头对小弟说 站着干什么 把他们都给我抓住 手脚都给我打折了 就在罗坤道 七个榜大腰圆的兄弟 扑上来抓人的时候 小白脸和他的兄弟 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们迅速地拉开背包 掏出来两把 物资冲锋枪 前边说道 罗坤道的小弟冲上来 要抓着小白脸和他的兄弟 结果这哥俩呀 掏出来两把 物资冲锋枪 七十年代呢 台湾的黑帮 通过走私军火 确实也搞到不少黑枪 但是 像罗坤道的小弟 每个人都能别一把 军用制式的四五手枪 这就算了不地又了不地了 谁听说过 那黑道人拿冲锋枪的 一见这架势 罗坤道也是老练 伸手就拔枪 同时还喊他小弟 都掏枪 话音还没落 小白脸跟他的小兄弟 就已经开了枪了 物资冲锋枪 有特点 大家记着吗 小方块似的长弹夹 体积小 打的是手枪弹 射速极快 罗坤道和他的小弟啊 这回真是措手不及 手还在枪上握着 没拔出来 子弹就已经压过来了 几秒钟的时间 这边的九个人 全部被扫倒 刹时间这饭店里是 子弹横飞 满地的鲜血 明明已经打倒了九个人 但是这小白脸还一犹未尽 一边换弹夹继续扫 一边在那儿哈哈大笑 前后不到一分钟 酒店四周被打出了上百个弹孔 九个人中枪倒地之后 小白脸他们俩呢 没有走 而是不慌不忙的挨个补枪 这酒店里又响起了一声声的惨叫 这时候罗坤道还没断气 小白脸拿枪顶着他说 你再嚣张啊 你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说完 两发子弹 从罗坤道的头部穿过 他当场毕命 做完这一切之后 两个人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外 开车离开 等警察来的时候啊 只有一地的尸体 九人当中六人当场被打死 其余三名重伤 根据现场分析 他们俩先后扫射了一百多发子弹 现场呢 还留下了五个二十发的空弹夹 这个枪案震惊了整个台湾 这是当地历史上最严重的黑帮枪战案件 动用了军用武器 还是自动武器 一时之间 台湾各种媒体大肆报道 海外的媒体也是反复炒作 这罗坤道是黑帮分子 根据道上的规矩啊 这种事不能随便向警方去说 警方开始也不知道 开枪的小白脸究竟是什么人 通过卧底才告明白 开枪的原来正是逃犯林来福 由此 林来福成为台湾十大枪击药犯之首 也成为台湾最危险的人物 在维基百科上啊 对十大枪击药犯是这么定义的 说这是台湾暴力犯罪分子的名单 1984年到1990年间 针对重大暴力犯罪分子 台湾的警方会定时公布 内政部警政署药案 紧急查及专刊加以追击 在这份专刊当中 名列前十者称为十大药犯 这是维基百科说的啊 不太全面 应该叫台湾省内政局或者内政厅吧 早在中学时期 家境贫穷的林来福 他就是个不良少年 整天的打架惹事 初中毕业之后啊 林来福没心思上学了 就加入黑帮开始混社会 整个嘉义县呢 当时有四个实力非常不俗的本土帮派 早在国民党到台湾来之前 人家这些帮派就存在了 要在嘉义混黑道 其实非常的简单 你随便选一个 你想选哪个 找人介绍介绍就进去了 反正他们之间也互相的争地盘 也在拉人头嘛 林来福的大哥是林水树 绰号呢 叫水树仔 势力不弱 从台中到云嘉南一带 有很多的地盘 这家伙跟地方的政界 商界关系都很好 台北万华教父 加纳庆 杨庆顺 是他的结拜兄弟 说起来呢 台湾本土黑帮的缺点呢 就是比较土 比较守旧 遵循自己的那一套老传统 小弟加入黑帮之后 必须是按部就班 非常缓慢地往上爬 即便是没残匪 没受伤 没犯家法 没进大狱 加上你啊 有聪明能干 被大哥赏识 那至少也得一二十年 才能上位 至于帮派的帮主 这就别琢磨了 基本上啊 都是家族世袭 大胖传给二胖 二胖传给三胖 咱们说的是三胖子啊 那个乡长 外人呢 你就别琢磨了 这是我们自个儿 家里的买卖 即便是向内部大哥的位置 通常你也得等 上一代大哥死了 或者退休了 你才能够上位 他要是长命百岁 你可能混个二三十年 都混不出名堂 咱们接着说林来福 他的父母啊 都是那种老实巴交的人 他却天生是个混黑道的材料 虽然有一张小白脸 但是为人非常的凶恶狠毒 堪称是亡命徒 但是呢 又不是那种莽撞人 还很有头脑 很讲义气 但是他注定坐不了大哥的位置 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 脾气过于暴躁强硬 做事很冲动 不买任何强者的账 你厉害 你强大 你越强 我越惹你 如此一来呢 树立了很多的敌人 也不被大哥喜爱 大哥 我们出来混 就为挣俩钱养家糊口 你这可好天天出去惹事生非呀 所以 他在帮派混了十多年 始终没有出头 就是一个小头目 到了1983年 林来福打伤了人 被捕入狱 坐牢三个月 出来之后 帮派并没有论功行赏 提升他的位置 他非常不满意 认为自己 这能力超群 又不能永远做这么一个小头目 考虑来考虑去 他决定啊 得了 不跟你们混了 我自个儿单干 可是这混黑道 第一步就是得有钱 要不然谁跟你混呢 小弟吃不上饭 那谁跟着你啊 他决定 先去搞点钱 为自己这个帮派呀 筹集一点 启动资金 1986年6月10号 彰化县园林镇的一个公司职员 从银行呢 开出了一张支票 步行返回公司 刚走出银行没多远 就被一个小白脸劫匪 拿刀给顶住了 告诉他 枪劫 这职员觉得 当时所处的位置也不偏僻 又是光天化日的 这钱的数目可也太大了 不愿意给 就大声的喊人呐 打打打打打打 打接 听见职员喊 这劫匪恼羞成怒 一顿的拳打脚踢 您说 那不是拿着刀呢吗 干嘛拳打脚踢呀 用不着 这劫匪打人非常有经验 又重又狠 三拳两脚 就把这哥们打倒在地 满脸都是血 随后 劫匪抢走了 装着支票的手提包 这时候呢 他的一个同伙 骑着一辆摩托车来接应 两个人迅速的逃跑 警方赶到的时候 劫匪已然不知去向 巨款也被抢走了 好在呀 这职员受伤不重 只是皮肉伤 歹徒并没有蒙面 根据职员和路人的回忆 很快就画出了模拟画像 发出了通缉令 没过多久 嘉义警方就认出来 这个就是有案底的临来福 警方开始对他进行通缉 池蟹抢劫 这是重罪呀 临来福也知道 赶紧就躲起来 从此呢 成为了逃犯 这黑帮分子 有一门必修课 就是如何跑路 犯了事之后啊 往哪跑 躲在哪 这都比咱们一般老百姓懂得多 所以警方一时半会儿 还真抓不住他 紧紧躲了三个月之后 临来福又出来抢劫了 而且这回拿的不是刀 换成手枪了 前边咱们说到 临来福第二次抢劫的时候 已经不用刀了 换成枪了 一个从银行取款出来的职员 突然被用枪顶住脑袋 这谁敢反抗啊 钱财身外物 您都拿走 把我命给留下 双手把钱奉上 临来福呢 也没有难为他 拿着这个钱 不慌不忙 大摇大摆地走了 他哪来的枪啊 他用第一回抢到的钱 买了好多把大黑星 说这大黑星 大伙知道是什么吧 就是咱们大陆的 五四式手枪 挺大个儿 黑色的 那半上啊 有一个五角星 所以在港台地区 统称大黑星 也属于啊 是军用手枪 威力很大 两次持写抢劫 这可不是小事 张化地检署 颁发了紧急通缉令 抓捕林来福和他的同伙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林来福在被通缉期间 离上次抢劫还不到两个月 他居然杀人了 而且这回杀的呀 是一个不相干的人 11月8号 嘉义警方接到报警 说呀 有一名卖香肠的小贩 陈荣坤 让人给捅上了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 小贩已经伤重不治 胸口背后 很多处刀伤 有路人回忆说 除了卖香肠之外呢 陈荣坤呢 也和客人玩玩骰子 其实呢 就是那种街头的 小赌博摊 那天有个小白脸 在陈荣坤的摊子前边 买了香肠 又玩了几把骰子 结果全输了 这小白脸就觉得 路边摊十毒九诈 就让陈荣坤呢 把钱还给他 陈荣坤当然不还了 我赢来的 俩人就吵起来了 陈荣坤身材粗壮 脾气也很暴烈 常年混起街头嘛 吵架当中啊 他就挥舞着那香肠刀 威胁那小白脸 他说 我在这摆了十多年摊了 谁说过我行骗 你呀赶紧滚 谁知道 这个白脸男人 一把抢过刀啊 当兄就给了他一刀 这刀炸得特别的重 就好像下手的时候啊 就没想留活口 从前胸到后背 扎了一个对穿 陈荣坤还是身子骨好啊 被扎成重伤之后 捂住这伤口 还能亮亮呛呛的往后跑 同时还喊救命 本来这一刀炸的呀 已经是够夸张的了 什么深仇大恨呢 不就是几把骰子 几个小钱吗 谁知道 这小白脸 依然是不依不饶的追了上去 陈荣坤跑出几十米 那晃晃悠悠啊 也迈不开步了 被小白脸一脚踢倒 上去又扎了七八刀 刀刀都是往致命的地方捅 杀人之后 小白脸一点也不慌张 扔掉带着血的香肠刀 扬肠而去 有几个路人呢 认识他 说他就是嘉义的本地人 叫林来福 说来警方也觉着奇怪 这林来福之前抢劫 拿刀拿枪都没杀人 就为了这点小事杀人 有此刻见 这个人的脾气啊 暴躁到什么地步 让这种狂徒在社会上乱窜 危害自然是非常大的 林来福犯下的抢劫和杀人罪 按照当时的法律啊 即便不是死刑 也要一辈子坐牢了 以他这种人的凶残个性 接下来恐怕就要破罐子破摔 变本加厉的作案 果不其然 仅仅过了十天 十一月十八号 林来福又在嘉义 开枪打死了一个仇人 这个人呢 也是嘉义本地的一个黑帮小头目 曾经和林来福这伙人打过架 这一天 他带着几个小弟正在自己的地盘上巡视 莫名其妙 被打得是脑僵蹦裂 他手下的那几个小弟呢 也都认识林来福 都是这一片的小混混嘛 一看 他拿枪来寻仇杀人 马上是四散奔逃 这件事说明 林来福已经彻底地陷入了疯狂的状态 不被警方抓捕或者击毙 他是不会主动停手的 警方就找到了林来福的帮主 林水树 林水树说 这小子破坏帮规私下作案 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他干的一切都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警方呢 还想让林水树给提供点线索 他说 林来福的事啊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他现在肯定是躲起来了 你们想抓他 不那么容易 打这开始 林来福算是正式自立门户了 老大都不承认他了吗 他呢 找到了一伙同样凶悍的歹徒 比如说黑狗潘旭征 黑牛黄红玉 张明川 叶进火 李家张 等等这些人 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伙 这些人 都是穷凶极恶 肆无忌惮的歹徒 一些人呢 已经背着命案了 你比如说黄红玉 那时候已经杀过五个人了 正在跑路 林来福呢 把他们网罗到自己的手下 又用抢来的钱 买了长枪短炮 瞬间 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可怕的亡命武装团伙 1987年2月7号 林来福一伙人持大黑星手枪 试图在张化和美镇绑架富商吴福清 吴福清啊 很聪明 果断的跳车逃跑了 他跳车的地方 离警察局不远 林来福他们 不敢随便下车去抓人 按说 在这种情况之下 林来福他们应该赶紧开车跑啊 离开是非之地 可是 他们竟然在距离警察局几百米外 连续的开枪射击 把吴福清打成重伤 这之后才开车离开 这次绑架呢 没成功 把人打伤了 没换到钱 但是呢 却换来了很大的名气 谁都知道了 这帮人呢 是疯子 不但是疯子 还是有枪的疯子 这之后 林来福他们 开始黑吃黑了 强行要求入股一些黑帮的赌场 或者舞厅 实际上呢 就是要求坐地分赃 而本地这些黑帮啊 也不是擅茬 不好惹 谁手底下没有几个亡命图啊 谁腰里不别两把手枪啊 于是乎 林来福决定 杀人立威 1987年2月18号 林来福率领他的军事潘旭生 在普里镇高尔基咖啡屋 和黑帮分子秋青级谈判 为什么呢 林来福要求在他的赌场入肝谷 那人家能干吗 当时就给他拒绝了 本来想着呀 这就是谈判 有来有往 你说个价 我还个价 你要10%啊 咱俩商量商量 最后我给你压到3% 行不行 可没成想 林来福根本就没跟他说第二句话 拔出大黑心 把他当场爆头 就这么狠 这秋青急在道上 那也是有名有号的 他被杀 引起了整个黑道的震动 之后啊 一些赌场宁可稀释宁人 你们要的就给你们一点 谁叫你们是疯狗呢 惹不起呀 敢于敲诈黑帮 可见林来福他们 有多么的嚣张 不过 还是有人不服他 前面咱们说到 林来福他们的疯狂行为 让很多的黑道中人 都开始恐惧了 但是也有人不服 谁呀 黑帮分子 柯金龙 他就不拿眼皮夹林来福他们 他们双方呢 也谈判过 发生过争吵 1987年4月6号 林来福决定 杀鸡警猴 干掉柯金龙 当时啊 柯金龙正在张华县张美路 五福卡拉OK厅里边喝花酒 左拥右抱 再来边挨个走 突然之间 林来福 黑牛黄红玉 张明川 拿着手枪 破门而入 林来福不知所措 还陪着笑脸 哎呀 林大哥 你也来喝酒啊 请坐请坐 我请客 林来福一个字都没说 慢慢地抬起胳膊 连开三枪 柯金龙 当场毕命 杀人杀到这个地步 林来福已经无所谓了 他开始彻底地疯狂了 8月9号 他们一伙人 在高雄市前金区 东王餐厅吃饭 隔壁桌呢 也是一伙当地的黑帮 是廖宗正一些人 喝得半醉 这说话呀 是大呼小叫的 林来福嫌他们太吵了 就冲着那边骂了一句 你们喊什么喊 小点声 廖宗正他们 是地头蛇呀 根本就没看得上 林来福他们 继续的是大吵大嚷 林来福生气了 他觉着这帮人呢 太不给自己面子了 就大声地喝骂 挨了骂之后 廖宗正几个人也不干了 拎着酒瓶子上这桌 找林来福打架来了 你瞎了你狗眼了 这是我们地盘 你敢在这骂我们 你知道我是谁吗 林来福的风劲又上来了 没答话 掏出手枪 对着这伙人连续设计 碰碰碰碰碰碰 廖宗正这边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 有三个人就被当场打死了 吃个饭 吵个架 就掏出枪里杀人 全台湾的黑帮 没几个敢这么干的 林来福的这疯狗一样的名声啊 越来越大 他在各处胡乱杀人的同时 为了筹集跑路和作案的资金 仍然是到处的行凶 1987年10月7号 林来福伙同黄鸿玉 叶晋活等人 在园林镇中山 抢杀邹锐芳 抢走两万多元现金 不少了吧 1987年 可他还是觉着 这么抢啊 来钱太慢 他们决定去抢银行 或者是大型的赌场 一件惊天大案 即将发生 1988年8月25号 台北市的一家 大型地下赌场 这是台北规模 数一数二的大赌场 当然呢 也是由黑帮大哥 陈景德开的 这赌场生意好啊 往往一天呢 就有上千人过来赌 当然了 为了保证安全呢 这个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人 看场子 大家在这赌博 金额多大 都不觉着担心 然而 就在这一天的下午 赌场的门 突然被人撞开 多名拿着手枪的歹徒 冲进来 其中有个小白脸 对着天花板 碰的开了一枪 同时高喊 抢劫 看场子 小弟都惊了 你不知道 这是谁开的场子吗 赌场的经理迎上去 哎呀 兄弟们 有没搞错呀 这是我们帮派的赌场 啊 我大哥 陈景德 他开的 话音还没落 这个经理啊 就被一枪拖撒到脸上 顿时是鲜血奔流 那小白脸扯着嗓子喊 我管你们什么帮派 把钱给我拿出来 不然 送你们上路 赌客们顿时大乱 纷纷地蹲下 特别主动 金表啊 手势啊 钻石项链 全都摘下来 扔到桌子上 你们拿走 这些看场子的小弟啊 也都被吓尿了 纷纷地蹲下 把这个制服都脱掉 冒充赌场的客人 他们本来就是站这 撑场面的 谁也没成想 有人敢抢 陈景德的场子呀 这伙劫匪 把所有的现金掠夺已空 临走的时候 那小白脸还叫笑 告诉你们老大陈景德 我就是临来福 摆明了 砸你们的厂子 有本事 让他找我算账 这一回呀 赌场被劫走了巨款 但是更重要的是 陈景德这脸 丢到姥姥家去了 出事之后 大哥陈景德 极为恼怒 他呢 一方面派出小弟 拿着枪 四处寻找 林来福报复 同时 还在黑道上 悬赏巨额花红 要林来福一伙 所有人的命 陈景德 陈景德也气疯了 放出话来 搞到老子头上了 我出来混的时候 林来福还在他妈怀里喝奶呢 谁能干掉林来福 要多少钱给多少钱 看见尸首 马上就给 这一方的江湖老大 放出这种话来 林来福 他们还能有个好吗 大家万万没想到 陈景德放出江湖追杀令不到一个月 九月三十号的下午 他自己呀 倒是把命给送了 当天下午 陈景德在自己的地盘 也就是台中市城公路 温莎公爵 庭园咖啡屋 跟别人谈事情 虽然知道 林来福一伙凶狠 但是呢 他也不太害怕 根据他多年混黑道的经验 林来福一伙啊 现在肯定跑路呢 白道在通缉 黑道在追杀 林来福就算是孙悟空 这几个月 也只能是偷偷摸摸的活动 根本不敢出现在公共场所 所以呢 这回陈景德 只带了两个小弟 守在门口 到下午三点多 突然呢 来了一辆奔驰 直接冲到咖啡屋的门口 上面跳下来两个持枪歹徒 正是林来福和黄红玉 林来福左右手 拿着两把大黑杏 直接对着看门的小弟 小弟哪见过这种场面呢 据说呀 其中一个人当场真的就尿了 制服小弟之后 林来福和黄红玉 冲进了咖啡屋里 寻找陈景德 陈老大做梦都没想到 在台中市市中心 竟然有人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 持枪作案 不过 人家陈景德到底也是混了这么多年了 反应很快 马上就向咖啡屋的后门跑 刚跑几步 背后的枪就响了 他觉得右腿一马 不由自主的就倒在地上 这一枪是林来福开的 子弹射穿了陈景德的右膝盖 林来福拎着枪 宁笑着 慢慢地走到陈景德面前 对准他的左腿 又开了一枪 问他 陈老板 怎么样啊 你不是放话说 不管我逃到天涯海角 都要挂了我吗 陈景德双腿重担 不光腿软呢 趴在地上 看着活阎王一样的林来福 只能是求饶了 别别 林老弟 林老弟 不要开枪 我不对 我老糊涂了 大家都是道上的 什么都好商量 别再开枪了 话音没落 林来福对着陈景德的双臂 又开了两枪 打完了问他 怎么 怕死啊 你不是说 你混的时候 我还吃奶呢吗 那怎么你现在 越混越不像样了 陈景德 没这么惨的了 俩胳膊俩腿 全被打折了 血流满地 一动都动不得 苦苦地哀求啊 林老弟 你不要杀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我的产业 从管我都可以给你 以后你就是这儿的老大 林来福又笑了 要什么都给 那好啊 我现在就要你的命 说完 他对着陈景德的头 又开两枪 把他打得脑僵蹦裂 陈景德 一共身中六枪 惨死当场 这陈景德是什么人呢 赫赫有名的帮派大哥 死得这么惨 整个台湾黑道 再次被震动 那边呢 黑道震动着 这边警方也非常头疼 黑道的枪案并不罕见 但是极少有敢于在大白天 在逝去杀人的歹徒啊 根据情报 林来福一伙用抢来的钱 在台湾各地都设有藏身地 大部分都在乡下 他们平时呢 都是趁着夜晚转移 在一个地方 从来不住超过三天 这么一来 警方很难抓住他们 同时 林来福一伙 又和黑道有着某种联系 一些警方的败类 私底下收钱泄露案件的消息 也能够让他们及时地逃脱 这个案件之后 林来福一伙 还是一点都没有收敛 到处作案 1988年11月23号 他又在台北市皇冠大酒店 开枪杀死黑帮分子潘汉虫 把林文雄打成重伤 最夸张的一回是12月12号 林来福一伙 用假名 在嘉义市的一家卡拉OK厅唱歌 服务生呢 这个上酒啊 不太及时 林来福破口大骂 服务生 邱春林争辩了几句 林来福二话不说 掏出手枪 对准他的大腿就打 万幸的是 邱春林刚刚扶完兵役 伸手灵活 一个翻滚 躲开了这一枪 之后撒足狂奔 林来福他们也没有追杀 在原地骂了几句 就继续唱他的歌 卡拉OK厅的老板 也知道林来福的恶名 谁敢报警啊 直到第二天 警方才知道这件事 可见这伙人 已经嚣张到什么地步了 到了1989年 在江湖流窜三年之久的林来福 那名号已经是当当的响了 成为了台湾十大枪击药饭之一 我们严格说呀 林来福并不算是黑帮 他没有固定的地盘 没有政治保护伞 只是武装的歹徒团伙而已 只是这群亡命之徒真的是非常惹不起 比如说黄鸿玉 这人呢 曾经放火烧死了天道蒙的大哥林仲博 又放火烧了天道蒙大哥罗浮柱的店面 烧死了这人的哥哥 他还曾经枪击张化县立委陈永元 导致后者重伤残疾 开创了黑帮枪击政要的县立 你说一个黄鸿玉就这么吓人了 现在同样的一大帮人凑在一块 那可以说是一个恶魔军团了 林来福借用自己的名气 强行入股很多的黑帮赌场舞厅 其实呢 这就是变相的收保护费 一旦出了事 当然林来福他们也会过来解决 在八九年 他们又连续干了几件大事 把整个台湾黑帮搅得那是天翻地覆 张化县深港乡的黑帮老大党佩华 去台中市中港路银座地下的舞厅 喝花酒 还是那样 左拥右抱开片XO 这党佩华呢 那年才二十多岁 年轻气盛 这酒又喝多了点 他就觉着陪酒小姐呀 长得寒碜 越喝看她越寒碜 而且还不会唠嗑 说话特别不客气 气恼之下 党佩华把这酒桌就给揍了 大吵大闹 试图呢殴打服务生 其他的武克健壮 纷纷呢就逃出这舞厅躲避 在党佩华闹事的时候 舞厅并没有人出来阻拦 而是迅速地打电话 告知林来福 他一听 有人敢砸我罩的场子 拎着枪就过去了 他赶到舞厅的时候 党佩华已经走了 但是他不依不着 在一处赌场里边追到了党佩华 党佩华一看 林来福拎着枪出来了 知道惹了大祸了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脑袋碰得是碰碰的响 林哥林哥 我年轻 我年轻不懂事 酒喝多了 您说怎么补偿都可以 但是 林来福依然持枪 把党佩华架走 从此之后 党佩华失踪 再也没人见过他 一般认为啊 他当天就被林来福给打死了 埋在了河边 后来啊 林来福曾经交代了埋尸地点 但是警方挖来挖去始终没有找到 有一个说法是 尸体早就被河水给冲走了 1989年1月25号 台中市十五神虎帮 大哥级人物赖鸣 带着两个小弟去金来来地下歌舞厅跳舞 因为一些小事 赖鸣跟这舞厅发生了一点争执 他也是喝得伴醉 借机发酒疯 掏出枪来 对着舞厅的天花板 砰的开了一枪 五刻见有人开枪 那还不跑啊 当时呢 舞厅也没人出来制止 赖鸣 大摇大摆的回家了 但是第二天醒过来 他回想昨天的事 吓得半死啊 他知道 金来来舞厅 有林来福的干谷 你在那儿开枪 这等于砸了林的场子 他听说过党配华的下场 怕死了 赶紧找中间人呢 帮忙调解 有一个黑帮分子叫张义和 他跟林来福认识 表示可以帮忙出面说和 于是张义和同赖鸣 当天下午六点去拜访林来福 林来福是皮笑肉不笑 把他们带到南投县竹山镇 京南路瑞南桥下 一阵的拳打脚踢 赖鸣心道不好 立刻苦苦地哀求 林大哥 林大哥 我喝多了 一时糊涂 你给兄弟个机会 林来福说 你喝多了 喝多了 你怎么不去四海帮 竹帘帮的场子里闹事啊 你他妈就是冲着我来的 之后 林来福胸向毕露 拿出一把锤子 照着赖宁的脑袋 猛砸了好几下 赖鸣 头骨开放性骨折 惨死当场 中间人张义和 见到此等惨状 那俩腿下得跟面条一样 站都站不起来 林来福为了灭口 把倒霉的张义和 也给砸死了 随后 把两个人的尸体 就埋在桥下 直到1990年 林来福被捕之后 警方才挖出了两人的尸骨 这段时间 林来福的名气几乎都爆棚了 不论黑白哪道 人人对林来福是尽若寒蝉 还有一些不出名的小混混 打着林来福小弟的名义 去各种敲诈勒索 对方基本都是 马上就掏钱 我不掏钱 你该掏枪了 搞笑的是 他名气大了之后啊 竟然出现了假冒的理鬼 几个月之后 红元机构副总裁 于永明突然被人持枪绑架了 帮匪呢 要求对方拿出一亿台币的赎金 最后呢 于家支付了八千万元的巨款 才把这人给赎回来 这伙劫匪宣称他们是林来福团伙 这个案情非常重大 新闻媒体又开始大肆炒作 警方重点侦查 一时之间 台湾的街头到处是警灯闪耀 到处是追捕林来福的警察 可是那个时候啊 林来福他们因为风声太紧 正在乡下躲着呢 跟这个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知道了这件事之后 林来福是狂怒 通过黑道的关系 他很快知道这案子是谁做的了 军火大亨 卢赵勤的贴身保镖 魏晋雄 黑帮天道盟成员 蔡金彤 谢义衡这些人 林来福和天道盟多次对抗 双方的梁子结得非常深 看起来对方打着他的名头作案 不光是为了钱 也是要借机陷害他 一亿台币的绑架案 这可非同小可 必然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全力去侦破 林来福这帮是什么人呢 穷凶极恶的歹徒 那是疯狗 他们不去招惹别人 这都应该烧高香了 谁敢主动惹他呀 林来福在家里 后曹牙咬得咯蹦咯蹦的响 他发誓要报复 林来福发誓要报复 冒充他名头去绑架勒索的人 谁要让他恨上 那还能有好吗 1989年6月8号 他把这离鬼之一魏晋雄 堵在了台中市西屯路 13号公墓里头 说着魏晋雄啊 也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分子 身高一米八五 恐无有力 人人望而生未 可是这尊凶神呢 一见到小白脸林来福 吓得体弱筛坑 也是扑腾一声跪下 喊林大哥 确实是我做的 但这不是我主谋啊 我说了不算 我就是服从命令 上边还有天道蒙的大哥呢 这回我就分了一千万 我这花了 我还剩下三百万 全拿出来 孝敬您林大哥 大家不要伤了和气 林来福冷冷的说 你们冒着我的名字 搞了八千万 给我三百万 你当我要饭的呢 我还告诉你 钱 我有的是 这回来 就是为了出气 之后 把手枪对准了魏晋雄的脑袋 魏晋雄吓得 都不会说话了 只能是碰碰的磕头 林来福不为所动 对准他 两开六枪 活活打死之后 这尸体 就扔在了宫墓里头 之后 他又拨打了魏晋雄弟弟的电话 他弟弟 也是天道蒙 比较有名的头目 告诉他说 你给我听好了 你哥哥 已经被我们干掉了 你们快点来收拾 啊 再告诉其他几个人 把这八千万 给我吐出来 要不然 挨个要你们的命 第二天 林来福带着黄根旺 周志昌 陈振生 把另一个离鬼 蔡金桐抓住 压到公路边的稻田里 一枪打死 这件事的另一个主谋 谢义衡 听闻两个同伙 已经被干掉 吓得屁滚尿流 连夜逃到了 张化大肚息 就这样 还是被林来福他们 给追上了 一枪打成重伤 最后 淹死在了河里 林来福他们 还要继续追杀 其他天道蒙的大哥 这些大哥们吓得 赶紧服软 找了个中间人 愿意交出三千万台币 借此保命 而且啊 我们不追究 蔡金桐他们三个人 被杀的事情 在众多老大的调节之下 这件事 以天道蒙服软而解决 林来福 不到十个人的武装团伙 竟然压服了 有数万人的天道蒙 这件事 让整个台湾都震动了 与此同时 林来福他们 还在不断地杀人 下面呢 是当时台湾报纸的报道 1989年8月6号 林来福带领黄根旺 周志昌 陈振生等人 在台北市北投区青江国小后面的小路上 把黑帮大哥张上荣 陈又山 卢又祥三人 全部枪杀 1989年7月9号凌晨4点 林来福在台中市因为琐事 枪杀张玉耀 起因仅仅是林来福 让在街头卖冰榔的贪储张玉耀 替他去买武厅的门票 张玉耀不肯去 林来福不悦 连开两枪 将其杀死 通年10月4号 林来福怀疑保镖周志昌 私吞枪械 对他不忠 把他带到偏僻处 开枪打死 从89年下半年开始 警方已经开始获得 林来福团伙的很多线索 逐步的收网了 1990年5月23号 警方在台北线深坑乡 抓捕林来福团伙要犯李冠民 李冠民持枪顽抗 双方激烈互射 最终李冠民重弹倒地 被警方抓获 被抓之后 他供述了林来福团伙的 良旗绑架案 1989年10月11号 林来福 伙同云林地区枪击药犯李家章 及其党羽三人 持枪冲进大皮乡连美村 大皮乡代表会副主席 李济明家中 把李副主席绑架 14号的凌晨 他的家人在台北市 付了三千万元赎金之后 李济明在台中获得释放 1990年3月11号 李冠民和林来福 潘旭生 陈振生 到云林县斗六镇 绑架富商叶明洁 押到中部地区藏匿 他们把叶明洁的右手 无名指砍下 邮寄给他的家属 勒索三千万元 7月6号深夜 11点55分 杰连建设公司 位于台中市管前路 35号的 丰丹白鹿豪华咖啡厅 遭到一伙歹徒 用冲锋枪扫射三十多发 警方调查发现 是林来福 对公司敲诈勒索 五千万元 被扫射之后 公司老板出巨资 请求台中黑道一哥 拔腊哥出面 解决林来福 可是 这位大名鼎鼎的拔腊哥 根本不敢跟林来福对抗 甚至不敢放话 说要对付他 老板无奈之下 请求警方保护 出门就有警车在后边跟着 但是老板始终感觉心神不宁 最后 干脆跑路到了国外 您瞧瞧 犯罪分子没跑路 受害人跑路了 主名无打影星在台北开的八部餐厅 以及台中市皇家大饭店都曾经被物资冲锋枪扫射 警方认为 这都是林来福所为 这时候 警方也开始陆续抓获林来福一伙的成员 二月初 台中县丰元分局抓获了他的贴身保镖黄根旺还有李春福 不久之后军师潘旭生也在台北落网 黑牛黄红玉在台南跟朋友打麻将的时候 意外的被急读警盘问 问来问去露馅了 落网 到了这种地步 林来福竟然还没有跑路 而且顶峰作案 1990年8月12号晚上7点40分 潘旭生和李嘉章 电话勒索云林县北港镇的镇长 詹春长 詹春长表示啊 我家里没有那么多钱 大概五分钟之后 潘旭生和李嘉章 坐车急驰而来 分别手持物资冲锋枪 朝一楼的客厅扫射二十多发 造成詹春长的两个儿子受伤 1990年10月29号的上午 林来福又在台中县大理乡一民路 绑架股票大户 59岁的赖炳辉 要求三千万元的赎金 赖家想要拖掩 暂时没有答应 结果 林来福立刻砍断了赖炳辉的右手小纸 寄给他的家人 并且在这信封里啊 还留下一张纸条 上边写着 我是林来福 这次真的火大了 若不付赎款 就准备收拾 并且呢 在这纸上 按下了右手拇指的指纹 经过对比 确实是林来福所留 这一下儿 赖家人吓得半死 赶紧就付钱 赖炳辉 在11月4号 获得释放 就这样 赖炳辉的家人呢 还是害怕被报复 不愿意跟警方合作 警方认为 林来福如此的疯狂作案 可能是想筹备资金 跑路去大路 很显然 这时候的林来福 已经走投无路了 可 即便是他 已经快要完蛋的时候 他仍然让台湾的黑道 望而生畏 1990年 台湾黑帮著名的老大 外号黑松的蔡永长 跟林来福结仇了 蔡永长 那是威名赫赫呀 三十出头 就成为了台湾 最有权力的大哥 曾经一手解决了 高凌峰和竹联邦的纠纷 当时的台湾黑道 人人都要给蔡永长三分面子 可林来福 谁的账都不买 他带着小弟去枪杀蔡永长 后者呢 命大不在 却把张火生给击毙了 这张火生啊 是蔡永长的军事 也是左右手 张火生被杀之后 整个台湾黑道顿时震惊 根据江湖惯例 蔡永长必然要报复 不然就等于砸了自己的招牌 恐怕会有大的火拼呢 1990年11月16号下午 警方根据情报 发现林来福 隐居在台中的一处房屋里边 已经三天了 警方不动声色的监控 终于发现林来福 驾驶豪华奔驰离开了家 警方立刻行动 出动几十名武装警员 在文心路 把正在等红绿灯的奔驰 给他堵住 面对几十支手枪和冲锋枪 林来福知道 抵抗没有意义了 直接器械投降 一同被捕的 还有他的小弟陈庆明 被捕之后 他丝毫都不慌张 神色自如地说 我前后杀了27个人 做了一百多起案子 肯定是死路一条 逃跑嘛 哪有能逃一辈子的 从86年到现在 我已经多活了四年了 已经赚了 根据他的交代 警方抄掉了他的几个住所 发现了包括 多支冲锋枪在内的 大量枪支弹药 还有很多枚手雷 除了大陆生产的枪支之外 还有不少先进的美式枪械 警方认为 这些武器 可以武装一个野战牌 林来福坦言 台湾的军火贩子 不在少数 只要给钱 什么武器都能买到 被捕之后 他表现还算不错 警方也没有为难他 没过多久 林来福就被判处死刑 这中间 他的同居女友 吴秀桃也向警方自首 而且主动交出了 林来福送给他的 五十万美金 这时候 吴秀桃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挺大个肚子 他呢 和林来福的案件 没有关系 甚至不知道 林的真实身份 交出赃款之后 他向警方提了一个要求 他希望林来福 能够跟他正式的结婚 不想让孩子成为一个私生子 警方考虑再三 同意了 1991年7月25号 也就是林来福 在台中被枪决的当天 两个人在看守所里 举行了结婚仪式 前后不过五分钟 有政府职员登记了他们的信息 随后宣布他们是合法夫妻 然后林来福被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相比在刑场被吓到尿失尽的同伙黄鸿玉 林来福呢 要沉着一些 刑场的军警事后回忆 林来福其实也是相当的紧张 走起路来亮亮呛呛 表情也很慌张 同案犯 黄鸿玉 沾火树 黄根旺 陈振生 李春福等人 也被先后判处死刑 送了命 搞笑的是 军师潘旭生这人 却颇为聪明 被捕之后 马上宣布和警方合作 转为污点证人 一般认为 林来福被捕 就是潘旭生提供的重要情报 事后呢 潘旭生被判处无期徒刑 仅仅过了四年之后 就被保外就医了 几乎就可以逍遥法外了 但是 出来混 迟早是要还的 潘旭生他们的仇家太多了 一九九五年 一月四号晚上九点左右 潘旭生和一群朋友 在餐厅吃完饭 刚走出门来 就被两个枪手连开八枪 当场送命 枪手呢 后来也被捕了 他们交代 是有人 故凶 寻仇杀人 林来福被枪决的时候 仍然是十大枪击药犯的首犯 而他嚣张的四年 对社会治安的影响非常大 导致整个社会 普遍恐慌 他被处决之后 政府考虑到社会影响 取消了十大枪击药犯的说法 这样 林来福就成为了最后一个枪击药犯 林来福凶狠残忍 也有滥杀无辜的势力 但是他杀死的多是黑帮老大 也不是什么好人 同时他信守一定的江湖规矩 比如说绑架 交了钱 我肯定把活人放回来 也不去对付老弱病残 更不会去奸淫妇女 所以在黑道上 仍然有一定的名声 即便是到了今天 台湾的一些小混混 仍然把林来福 当成自己的偶像